各位朋友大家好 习近平这个人的性格是那种外表上咋咋呼呼 色力内人的那种性格 也就是说看上去好像很强硬 特别是嘴上很硬 喜欢放狠话 习近平真的遇到大事 马上就开始恐慌 而且慌了叫做慌不择路 他一下子软下来不说 还要干自我打脸的事情 还要自己否定自己 在2018年到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 刚开始习近平非常的强硬 号称要不惜一些代价 跟美国奉陪到底 可是看到川普总统是越战越勇 中美贸易战越来越升级 这时候习近平开始慌了 习近平他一慌啊 叫做慌不择路 就是什么原则底线都不要了 甚至连脸都不要了 完全忽然认怂 对美国的让步之大 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 习近平最后是灰头土脸的 接受了可以称之为丧权辱国的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在2020年到2022年的新冠疫情 刚开始习近平也是非常的强硬 号称要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可是后来这个疫情啊 就是越来越控制不住的时候 习近平又开始慌了 习近平一慌的话又是慌不择路 自己的面子也不要了 把自己的招牌动态清零都扔掉 不说还来个180度大转弯 完全放开了 就成了一个世纪的笑话 大约从三年前2020年下半年开始 当时中国的习惯疫情相对得到了控制 而欧美的新冠疫情大爆发 这个就让习近平感到异常的兴奋得意 认为这就体现了中国独裁体制的优越性 当时习近平得意的说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 统筹协调能力 贯彻执行能力 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 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 这一次抗议斗争 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 到了2021年初 当时欧美国家还是深陷在新冠疫情的泥潭里 这就更让习近平觉得不仅是中国具有制度优势了 而且是美国西方国家不行了 他们要走下坡路了 轮到中国要崛起了 于是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说 今后的国际形势是东升西降 这是未来的政治判断 虽然习近平的东升西降这个说法一出来 就有很多人质疑甚至嘲笑 因为习近平的这个东升西降 其实就是来自毛泽东当年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 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苏联的时候 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看法 那个时候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处于一个扩张的态势 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是处于一个防守的态势 所以当年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 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的说法还是有根据的 而习近平提出这个东升西降的时候 中国的国家实力远远不能跟1957年的苏联相比 当年苏联不仅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特别是苏联的军事实力可以达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步 再加上苏联拥有包括东欧、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 广泛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绝不是苏联一个国家和美国单打独斗 而现在北京在国际上没有任何的盟友 仅仅就是一个经济规模GDPT世界第二 军事比美国是差一点 没有任何的本钱来说东升西降这样的事情 不过习近平本人还是对他这个东升西降深信不疑 以为在这一次的新冠疫情过后 就真的是中国要崛起了 美国就不行了 于是习近平就有点得意忘形了 他就觉得形势大好 那么他也可以大干一场了 在2020年8月 一篇署名李光满的微博文章 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军网、环球网等 众多官媒的同时转发 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这篇文章就是预告习近平要发起一场 针对私营企业和西方文化的少卒运动 很多人可能忘了这篇文章 所以这里简单回顾一下 李光满的这篇文章说 从蚂蚁上市被叫停 到中央整顿经济秩序 反垄断 到阿里被罚182亿元和滴滴被查 到中央隆重纪念建党100周年 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 以及最近对遇了牵乱象的一系列整治动作 都在告诉我们 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从经济领域 金融领域 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 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 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 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 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 因此这是一场政治变革 也是一次回归 向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回归 向着以人民为中心回归 向着社会主义本质回归 这是一场政治变革 人民正在重新成为这场变革的主体 所有阻挡这场以人民为中心变革的 都将被抛弃 这一次变革将当敌一切尘埃 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 文化市场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 新闻舆论不再成为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 红色回归 英雄回归 血性回归 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到 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开始 不仅资本圈 也不仅娱乐圈 不仅要吹枯拉朽 而且还要刮骨疗伤 还要清扫屋子 行兴空气 让我们社会更加健康 让社会主体能够感到身心愉悦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李光满当时这篇文章 就等于是在宣告习近平开启了三年 整治资本 整治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运动 这三年来 中国的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 都遭到了惨痛的打击 于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首次出现了私营企业的大倒退 不过习近平没有想到 他想象中的东升西降并没有出现 美国西方国家熬过了新冠疫情之后 经济开始恢复发展 而在中国 习近平的动态心灵最后坚持不住了 习近平自己也就突然撒手不管 完全放开 造成中国的新冠疫情大流行 死人无数 现在都不敢报 也就是说 习近平这种用独裁体制来搞疫情防控 最终的结果 不仅是不如西方民主国家的抗疫防控 而且还是差得很远 这时候习近平又开始想到 要恢复被动态心灵摧残的经济 等到要恢复经济的时候 习近平才发现私营企业的重要性 因为恢复经济不仅是搞投资搞建设 更重要的是要有就业 北京官方的数据也承认 中国85%的就业机会是私营企业创造 过去三年来习近平整治私营企业 搞残了中国的私营企业 最直接的效果表现出来就是 雇佣没有了 就业机会没有了 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难 失业现象 习近平这个时候才知道 你要想靠国有企业 靠政府部门去解决庞大的事业队伍是不可能的 要想创造就业机会 只能也只有靠私营企业 于是习近平又来一个180度大转弯 又说要大力发展私营企业了 又要做大做强私营企业了 北京中共中央国务院 上周三就发了一个提振民营经济信心的 31条意见 这就意味着习近平要停止过去三年来 整治私营企业的运动 反过来180度大转弯 又要讨好私营企业了 但问题是现在习近平已经失去了信用 他说的话就没有人相信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他说中共向民袭喊话 业者讽刺是说给傻瓜听 这里就摘入几段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刻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 曾在纽约对一群美国政府官员 和企业高管的讲话中说 在经济困难面前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中国经济当时处于不稳定状态 今天中国经济正在失去动力 面临几十年来最暗淡的前景 领导人从本国经济的挫折中 明白了温家宝这句话的确切意思 中国政府上周三发布了提振民营部门信心的31条意见 中国政府在打压民营企业压制创新 推崇国有企业三年后公布这份文件 差不多相当于一种妥协 即中共承认之前的行动以惨败告终 一些企业家纷纷在官媒上赞美这些意见 但我访问的其他人 私下里对中共鼓舞人心的言语不歇一顾 他们说中共的意见鬼才相信 一名科技企业家说 投资者察觉到了中共多么绝望 这些意见多么毫无意义 他说信心问题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誉问题 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信誉 如果政府真想挽回局面的话 至少要为自己的错误道歉 他指出 中共曾在文化大革命后发布了一份文件 承认了1949年至1976年 在毛泽东领导下犯的一些错误 另外一些人也指出了 中共在文革后采取的其他认作作法 例如给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 他们说 政府至少应该释放任志强和孙大午 这两名直言不讳的企业家 在政府最近的镇压行动中被捕 都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 还有一名企业家对我说 政府也可以退还对其公司的罚款 他认为罚款是惩罚他的公司不听中共的话 也是为财政吃紧的地方政府增加收入 他说他觉得自己被抢劫 我采访过的企业主中 没有一个人认为政府会采取任何上述的做法 习近平并不喜欢资产阶级 习近平的经济思想可以用他 做强做优做大国优企业的口号 来最好的概括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不断受到政府和网络评论员的攻击 这种情况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后不断恶化 中国领导层在过去几年里重罚了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 诋毁国内最著名的企业家 用武断的监管摧毁了整个行业 2021年一篇题为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的评论文章被许多重要的官媒网站转载 这篇支持打击民营部门赞扬共同富裕政策的文章称 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 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 但政府在去年12月突然结束了动态清零政策后 似乎意识到重振经济需要民营部门的帮助 而民营经济受到了疫情 以及中国与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恶化的影响 经济复苏未达到预期 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崩溃 中国民营部门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 政府当时曾试图将中共与企业分开 那个时代因为腐败现象猖獗 不管怎么说都不是公平合理的时代 但政府曾试图不干涉民营企业 现在无论中共说多少支持的话语 民营部门都很难获得信心 不管怎么说 现在习近平他是真的是急了 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让习近平感到开始恐慌了 7月21号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听取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 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亲自主持 召开这种党外人士座谈会来谈经济 显然他对经济问题是感到越来越恐慌 因为过去习近平总是在抓政治 他不管经济的 所以现在习近平慌了 他就要亲自出面来抓经济了 这也足以证实 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非常的糟糕 今天7月24号 习近平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专门谈经济问题 一般来说 中共都是在月底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今天7月24号还不到月底 习近平就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谈经济 这也凸显习近平现在是真的急了 他是越来越恐慌了 总而言之 习近平这个人是个沉不住气的人 他一旦觉得行事不好了 就会来个180度大转弯 就会自行否定自己过去说的话 自己否定自己过去做的事情 甚至自己对自己打脸 现在习近平恐慌起来了 他就不停的干自己对自己打脸的事情 但问题是习近平尽管自己对自己打脸 但是人们已经不相信他了 所以习近平自己对自己打脸 打了也是白打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带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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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